美国亚历桑那州约队情侣半夜坐在门廊上聊天 不料呢在附近哦有一棵棕榈树就突然被闪电击中起火 仿佛成了一根巨型的仙女棒 整个过程非常的吓人 午夜时刻小情侣坐在门廊促膝长谈满是填起命意 下一秒 轰然一道强光巨响笑得小情侣拔腿往屋内跑 好不容易回过神来才发现院子里的棕榈树惨遭雷击 不断地喷出火星 仿佛成了巨型的仙女棒 惊险瞬间发生在美国亚历桑那州 这对小情侣本来正在约会 不要差点惨遭雷吻 还意外捕捉到整起过程 所幸两个人反应迅速马上抓起水管抢救 消防队也很快就感到扑灭火势 院子里一片泥泥 泳池的水面飘满焦黑的木块 不难想象这场累积有多惨烈 神奇的是棕榈树的上层虽然被扒了一层皮 却还活得好好的 还好小情侣毫发无伤 虽然有幸见证大自然的威力 不过他们也直言这种经历太过恐怖 仅此一次就足够回味一辈子了 邱凯文编译 高浙的原因是非养浙悦好